黑帮老大正在跟老婆聊天 一个玩球的胖子来到了他的背后 狠狠地捅了他一刀 而这幕后的黑手 正是帮派里野心勃勃的九叔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动作片 兄弟之生死同盟 当年的无限无虎除了梁朝伟之外 全都参与了影片的拍摄 至于梁朝伟为什么没来 据说是因为片酬太高请不起 帮派里绰号叫老鬼的生员 因为违反帮鬼偷偷卖白粉 被他的直接领导九叔给活活打死了 作为黑帮的老大 谭信天对九叔的做法非常恼火 九叔涉于天科的淫威 只好自断小指请罪 这位两人的仇怨埋下了腹笔 谭信天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哥哥谭宋瑶和弟弟谭宋顺 作为黑帮老大的儿子 这俩熊孩子也是逆天的调皮捣蛋 偷偷地开着车把一路人给撞伤了 帮会成员老鬼死了之后 谭信天将老鬼的儿子小鬼给收养了 在祭拜老鬼的时候 谭信天向大师咨询了自己的命运 大师掐指一算 认为谭信天还有20年的大运 至于自己的事业将来交给谁 大师也做了指点 认为谭宋瑶和谭宋顺兄弟俩 必须分开才行 不然将来很可能会因为争权夺利 手足相残 谭信天信了大师的话 把小儿子谭宋顺送去了美国 20年后谭宋瑶已经成为了黑帮的老大 按照帮派里的规矩 什么违法乱纪的事都可以干 但唯独不能贩毒 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帮派成员 谭宋瑶向来都毫不熟人 而那位被谭信天收养的小伟 如今也成为了谭宋瑶最贴心的手下 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静哥哥 现如今倒成了杨康的跟班了 谭宋瑶做了老大之后赏发分明 对帮派的几个大佬都比较厚道 但九叔和他的儿子阿汤哥却始终耕耕于怀 一直在丑机会取而代之 谭信天从老大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 主要的任务就是陪伴自己那位 已经老年时代的老婆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为了报20年前的一见之仇 加上谭宋瑶又破坏了自己的毒品生意 九叔一怒之下派人把谭信天给暗算了 虽然谭宋瑶知道这件事是九叔干的 但城府急身的他并没有马上展开报复行动 他在等一个机会 等一个能够完美解决掉这件事的机会 得知老爸被暗算之后 谭宋瑶便打算开着车前往医院探望 但在半路却被刘警官和林警官担任给拦住了 原来九叔派人偷偷在谭宋瑶的车上放了毒品 想用这个办法把谭宋瑶送进监狱 虽然警察也意识到谭宋瑶极有可能是被人栽赃陷害的 但他们可不管那么多 如果能把这位黑帮老大给扳倒 升职加薪那可就指日可待 庄晴是谭宋瑶的女朋友家律师 他深深的爱着这个男人 也因此再也无法明辨是非了 为了能把谭宋瑶保释出去 庄晴找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光哥 光哥现在是警察局的高管 只要他一句话 谭宋瑶就会顺利的被保释出去 但光哥显然是个记仇的人 两人过去的不愉快 他至今记忆犹新的 因此很官方的拒绝了庄晴的请求 不过在庄晴有理有据的辩护之下 法院经过审理 认为谭宋瑶贩毒的证据不足 最终被无罪释放 而与此同时 谭信天在美国的小儿子谭宋顺也回到了香港 谭信天最终没能撑过去 在医院和死神搏斗了几天之后 撒烧人寰了 在谭信天的葬礼上 刘警官带着人突然出现 说收到线报这里有毒品 可把谭宋瑶给气坏了 他知道这肯定又是九叔和他的儿子阿汤哥搞的鬼 作为从美国回来的谭宋顺 非常厌恶帮派里的打打杀杀 他希望以正当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谭宋瑶也没拦着他 因为他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 只有让自己的这个弟弟亲自碰了钉子之后才明白 有些事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为了伸张正义替自己的老爸报仇 谭宋顺来到警察局报案 声称是九叔和其儿子阿汤哥买凶杀了自己的老爸 但说了半天 他并没有任何的证据 最后被刘警官和林警官给奚漏了一顿 在老妈的劝说下 谭宋顺决定留下来帮哥哥一起经营公司 但这个小白什么都不懂 为了能让弟弟快速成长起来 谭宋瑶制定了一个阴险的计划 兄弟俩从酒吧出来之后 谭宋瑶假装自己喝多了让弟弟开车 在他的指挥下 吃瓜的谭宋顺开着车行驶到了早就计划好的路线上 此时的九叔刚好从叶总会出来 被谭宋瑶买通的九叔的手下突然发难 把九叔推到了马路上 只听咣当一声 九叔就被谭宋顺开的车给撞死了 为了保护弟弟 谭宋瑶让庄晴带着谭宋顺前往泰国避风头 阿汤哥知道自己老爸的死绝不是意外 他发誓一定要替老爸报仇 九叔死了之后 刘警官和林警官马上就来到了谭宋瑶的家里 谭宋瑶早就撂到警察回来 因此面对询问回答的是滴水不漏 转过天 阿汤哥带着手下找到了谭宋瑶 他提出两个条件让谭宋瑶任选其一 要么谭宋瑶把谭宋顺交出来 要么把公司的业务分给他一半 大家就扯平了 这个时候谭宋瑶开始了他的下一个计划 他故意把弟弟的行踪告诉了阿汤哥 他知道阿汤哥一定会去泰国追杀谭宋顺 在他看来脱离了香港警方的监管 在泰国把阿汤哥干掉是再合适不过了 果不其然呢 一切都在谭宋瑶的预料之中 谭宋顺和庄情到泰国没几天就被阿汤哥的人给绑架 求生欲极强了谭宋顺拼命反抗 经过一场小规模的斗智斗勇 在小鬼的帮助下 谭宋顺最终逃过了一切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亲身感受到了斗争的残酷性 而且还被迫杀了一个人 这下谭宋顺算是彻底上了贼船了 做通了弟弟的思想工作之后 谭宋瑶给阿汤哥打了一电话 双方约好在唐人街的理发店界面 到时候一决死雄 转过天 当谭宋顺准备行动的时候 突然犯病了 原来谭宋顺得了癌症已经时日无多了 他必须在自己死之前 把弟弟给培训出来 这样他才能把家业放心的教会谭宋顺 接下来就是双方的终极大PK了 阿汤哥主要的目标 是撞死自己老爸的谭宋顺 因此这场追逐戏 完全可以用击飞狗跳来行 就在谭宋顺和小鬼被阿汤哥包围的时候 谭宋顺及时出现了 经过一场不怎么精彩的枪战 阿汤哥最终被谭宋顺给干掉 而忠诚厚道的小鬼也因工殉职了 阿汤哥的贴身保镖小莲 一看自己上位的机会来了 于是一枪把奄奄奄奄奄的阿汤哥给毙了 当年的黄毅还是相当的漂亮 哭泣也不错 整的个真事似的 忙活完之后 被泰国警方通缉的谭宋顺 刚到香港就被警察给活捉了 当刘警官正在威逼利用谭宋顺的时候 接到了谭宋顺的电话 谭宋顺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干的 跟他弟弟没有任何的关系 如果刘警官想抓他 那么就一个人过来见面 刘警官半道下车去跟谭宋顺见面 谭宋顺则在车上突然来了个反杀 把东莞仔搞了个措手不及 刘警官和谭宋顺一见面就掐了起来 谭宋顺希望刘警官能放弟弟一马 他希望谭宋顺能够清清白白的 接管家族的产业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谭宋顺突然从后边袭击了刘警官 双方在扭打的过程中 谭宋顺情急之下向刘警官开了枪了 但是却被他哥哥谭宋顺给挡住了 影片最后这场戏一共有两个版本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香港版本 内地的版本跟这个有一些出入 谭宋顺并没有向刘警官开枪 但结局都是一样的 谭宋顺最终也没有接管家族的黑道业务 那把象征的谭家权利的椅子也被剑卖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吧 昔日无限无虎将 如今全都变了样 有的风生水又起 有的几乎被遗忘